哈喽大家好,今天带大家认识几种我们家门口随手可摘的几种野菜 在农村随处可见,但是在大城市却非常昂贵,甚至还吃不到 这些菜不用播种,每到春天自动就会长出来 名副其实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一种野菜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就是苦菊 苦菊是非常好的清热去火的蔬菜 抗菌,解毒,消炎明目,好处非常的多 苦菊中的膳食纤维也比较丰富 维C和胡萝卜素也是菠菜的2-3倍 各种微量元素也比较齐全 可以涮火锅,也可以凉拌 加上一些木耳,洋葱,花生米一起凉拌 味道绝美,营养丰富 在春天里如果遇到了,一定不能错过 第二种菜,你看这绿油油肥美的一大片 它可不是薄荷,它叫石香菜 它和薄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薄荷吃起来麻麻的,而这个石香菜吃起来就比较清香可口 它的味道没有薄荷那么重 可以做花卉盆景,也可以作为蔬菜或者是配菜 我们家一般都会把它当做青菜,下面条的时候下入一点 也可以用蒜汁,香油,再加一些核桃仁来凉拌 味道更加的鲜美 也可以把它切碎,加入到面糊里早上做成煎饼 味道也是相当的美味清爽 你看这一大片,它可不是种出来的 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只要你今年发现了一株 明年就会发现一大片 只要有水有阳光的地方,它就会超级蔓延 如果你想当盆栽来培养 只需要一株,明年就会发出来很多盆 所以经济实惠,又实用 第三种也是我们常说的可以要食同用的蒲公英 但是大家先不要着急,这个它并不是蒲公英 刚开始我一直把它当做蒲公英来挖 以为是这种开着小黄框,叶子带刺的就是蒲公英 后来才发现它并不是,它应该叫做苦聚菜 但是我们这里一般都把它当做草 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苦聚菜其实是可以吃的 也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力的功效 但是由于它的味道非常的苦 所以一般人会把它当做草来处理 不会把它当做菜 而真正的蒲公英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没有茎,所有的叶子都是从根部直接发出来的 也有一些叶子呈锯齿状 蒲公英不仅是野菜,也是药材 可以轻若去火,也可以当成蔬菜来凉拌,轻炒 也可以把蒲公英焯一下水 在炒锅里用最最小火,炒干炒成茶 蒲公英茶具有清洁肝脏,降低胆固醇,清热败火的功效 超市里的蒲公英茶一斤卖到上百块 所以只要你不偷懒,来农村摘一些蒲公英炒成茶 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第四种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吧 这个叫枸杞芽,顾名思义,枸杞的嫩烧嫩芽,是一种保健蔬菜 《食疗本草》中也曾经记载,枸杞芽具有尖禁耐老,除风,补益筋骨和去虚劳的作用 总之好处非常的多,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是一种极好的保健食品 那这个枸杞芽要怎么吃呢 其实大部分的野菜吃法都大同小异 焯水凉拌,或者是做蒸菜,做汤,都非常的美味 第五种野菜,也是一种可以盆栽,也可以食用的野菜 在我们庄家地里经常能看见它的影子 它叫三七菜,也叫废菜,养心草,七叶草,或者是回生草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也被称为高钙养心菜 很多注重养生的人会拿它来当菜食用 但是味道真的不是特别的好 不过可以当草药来食用 如果你家孩子被蚊子叮咬了 可以用叶子挤出来一些汁,涂抹上面 质养真的特别的管用 第六种我们大家肯定都想不到是油菜花 油菜花大家都认识,不要以为它只能用来观赏 其实它还能吃,不仅能够吃,还能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它能够排掉并吸附人体的一些致癌物质 还能够改善一些排毒功能 油菜花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能够有效地改善便秘 采一些比较嫩的,没有完全盛开的油菜花 浸泡出花粉,用来清炒,味道是相当的不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在市场上卖油菜花的越来越多了 好了,这几种野菜你们认识几种,有吃过几种呢? 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野菜,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这个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就点赞评论,关注我吧 拜拜